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坦白的脸上却透着一丝丝的诡异 大婶上了车就笑容满面的坐在了司机师傅的身旁 问司机想不想听鬼故事呢 司机说大婶你别闹我还赶着下班呢 可大婶根本就不听司机的话 直接就讲起了发生在末班公交车上的鬼故事 司机认为大婶的精神有问题 大婶的斥责他让他闭嘴 可说话间大婶却不在了身边 司机抬头一看 大婶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车的后面 手里还拿着一个传统的日本娃娃 大婶黑黑一笑 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听 故事一定要正式开始 第一个故事 蜘蛛女 在深夜里 男主和四个小伙伴开着车 聊起了最近关于蜘蛛女的传说 话说城市里最近出现了一种叫蜘蛛女的怪物 八只眼睛八只脚 跑起来的速度特别的快 男主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 最近他也听到了不少的传闻 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 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个蜘蛛女 其中有一位说 有天晚上他下班回家 已经是很晚了 感觉身后总是有人跟着自己 吓得他赶紧就跑回了家中 结果看到蜘蛛女就在自己家的楼下 还有位比友提到了蜘蛛女的由来 话说在十几年前 有一个非常讨厌蜘蛛的女人 只要看到蜘蛛就会将其打死 终于有个晚上 他受到了死去蜘蛛们的诅咒 身体与蜘蛛融为了一体 开始四处害人 还有比友提出 蜘蛛女白天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太阳一下山 他就会立刻变形 碰到落单的行人 就会用蜘蛛网将其固定在原地 被攻击的人 有的被杀掉了 有的也变成了蜘蛛人 男主是收集了很多类似的素材 然后派助手小帅 到蜘蛛女传说的神谷市 亲自走一趟 小帅是一路打听 来到了据说是蜘蛛女 常常出没的隧道口拍照取证 画面一转 一天过去了 但小帅还是没有回公司 男主是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 眼看着交稿的日期 马上就要到了 男主只好亲自去神谷市走一趟 接着男主来到了隧道口 正好遇到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 在跪地祷告 从学生妹的口中男主得知 她的闺蜜就被蜘蛛女给攻击过 现在变得神志不清 男主一听就来了兴趣 于是跟着学生妹来到了她的家中 进行采访 男主见到女孩闺蜜时 发现她卷缩在一个凳子上 身形看起来很是矮小 在叙速经过的时候 语速非常非常的快 根本就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这时学生妹的母亲回来了 她告诉男主 母蜘蛛的体型要比公蜘蛛大好多倍 因为母蜘蛛和公蜘蛛那个啥玩偶 她会把公蜘蛛给吃掉 但奇怪的是 学生妹的母亲越说越兴奋 表情也变得越来越诡异 男主是有些害怕了 找个理由要起身告词 结果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沾上了蜘蛛网 这时学生妹的房间里 传来了小帅的声音 男主脱掉鞋 跟着声音走了过去 结果在衣柜里 发现了被蜘蛛网包裹的小帅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 学生妹和闺蜜 以及闺蜜的母亲 都发出了奇怪的歌声 然后肢体变得极度的扭曲 变成了蜘蛛的模样 男主挣扎的跑出了家门 但最终 还是被三人给拖了回去 故事的最后 男主也变成了一只公蜘蛛 继续攻击着其他的人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做西 故事开始 小伟已经是消失了三个月 房东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于是都打电话 叫来了租房合同上 小伟的紧急联系人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他来到了小伟的家中 发现房间里 所有缝隙的地方 都被胶带沾得严严实实 男主与房东 费了好半天的劲 还把所有的胶带都给撕了下来 接着男主在屋子里找线索时 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阵动静 走过去查看 发现地上有一桶啤酒 摸了摸还是凉的 很显然是从冰箱里 刚刚拿出来的 男主以为是房东打开的 就随口问了一句 却发现房东早就已经不在房间里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走的时候 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男主正在疑惑的时候 电视机忽然打开了 男主上前关掉了电视 却从屏幕里 看到了一个长发女人的身影 男主害怕的向后望去 却什么也没有 男主一抬头 看到电视机上有一部摄像机 男主打开了摄像机 脸上的电视看了起来 而录像的内容显示 小伟就像中了什么鞋式的 跪在地上自言自语 似乎是在和什么东西做斗争 而且还慌乱的 将屋中有缝隙的地方 用红色的胶带给绷住 可过了一会儿 原本密封的窗户却被掀开了 紧接着 小伟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拖走了 录像到此也就中断了 男主是一脸的懵逼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忽然电视机自动关闭 这时男主看向了电视机插口的位置 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 原来电视机根本就没有插插头 接着房间里传来了女人的笑声 许多鬼手从缝隙里伸了出来 男主惊慌失措地 用胶带封住了所有的缝隙 但鬼笑声还是没有停止 男主转头一看 声音是从抽屉里传出来的 男主赶忙爬过去想关上抽屉 不料一双鬼手从里面伸了出来 伴随着一声残叫 男主消失了 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个故事 西深咒 故事开始 女主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礼品盒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只死掉的蝉 女主吓得赶紧扔掉了盒子 在吃午饭的时候 同事短饭妹问女主 最近是不是被科长表白了 女主说是有这么回事 但科长长得那么猥琐 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所以当场就拒绝了 同时继续说到 不久前科长向财务科的玲玲表白过 被拒绝后 她对玲玲说自己会诅咒她的 从那以后 玲玲就一直没来上过班 你这次拒绝了科长 那吃蝉会不会是科长的诅咒呢 女主听了后是若有所思 画面一转 女主下班时已经是天黑 走到家门口 忽然看到地面上 有个用死蝉和树枝摆成的神秘符号 房门上也用鲜血画着一个符咒 女主并没有在意 她只是感觉科长真的是太幼稚了 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招数来对付自己 谁知第二天 女主就接到了电话 说妈妈重病昏迷 女主赶紧回到了老家 好歹妈妈的病情已经平稳 只是不怎么说话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对着佛堂祷告 女主和爸爸谈着妈妈的病情 聊着聊着 就说起了自己童年的一个阴影 那是一个夜晚 女主来到了奶奶的房间 见到了一个怪物 那么大的脑袋在吞噬奶奶 女主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奶奶就去世了 而且那几天 妈妈也是和现在一样病重 可奶奶死后 她就奇迹般的康复了 就在母女俩聊天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的走了过来 指着女主说 你要好好陪你的妈妈 她可是要为你而死 女主听得是一头的雾水 转过天 女主正在卧室里看报纸 忽然发现屋顶上 出现了一个螺旋状的神秘符号 与她房门上的血符号是一模一样 难道又是科长搞的鬼 转过天 女主回到了工作的城市 趁着科长不在 偷偷地潜入了她的家中 里面看起来是脏乱不堪 还到处贴着符咒 接着女主在书架上 找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录像带 打开一看 是科长对自己下诅咒的整个过程 果然自家的房门的血符 是科长胳膊手掌留下来的 就在这时 女主感觉胳膊一阵巨痒 低头一看 胳膊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符号 难道诅咒是真的 接着女主神不守舍地回到了家中 因为这件事情 弄得女主是心神不宁 半夜从噩梦中惊醒 猛然发现枕头边 掉落了很多死掉的虫子 而且手臂上的符号 也更加的清晰了 这时她听到妈妈的房间里 有咒语声传出 便推门进去查看 接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女主的妈妈 被那个巨头的怪物叼在嘴里 就像十几年前奶奶一样 女主是一声尖叫醒了过来 原来是个噩梦 这时女主看了一下 手臂上的符号 和天花板上的符号 都已经消失 女主推门走进了妈妈的房间 妈妈已经去世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城市的科长也死了 原来当年女主的奶奶 念动了牺牲咒 救下了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女主的妈妈 也用同样的方法救下了女主 至于科长 应该是诅咒的反噬 故事到此结束 第四个故事 金发怪谈 故事开始 男主因为出差来到了美国 所谓是天高皇帝远 孤身一人的男主 动起了歪心思 特别是看到满大街的金发女郎 让男主特别期待 能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男主在美国居住的地方 是美国分公司董事长的别墅 董事长刚好外出度假 正好空出了地方 让男主居住 男主开心的 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接着桌子上的一张 金发美女的照片 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看来这是董事长 在美国包养的小三 这董事长真的是太会享受了 自己什么时候 能和这样的美女共度凉宵 想想就很美好 忙碌了一天的男主 很快就躺在床上 进入了梦乡 在睡梦中 男主感觉有个金发美女 一直在挑逗自己 可一醒来却什么也没有 于是转过身继续睡觉 这时门外突然有个 女人的身影闪烁 男主也感觉到了 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男主一接听 对方让他赶紧离开董事长的别墅 因为他的董事长不是度假去了 而是自杀了 在挂了电话 男主赶忙回到卧室 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这个时候 男主突然发现 床的下面竟然有具金发美女的尸体 男主吓得哇哇大叫了起来 瘫倒在地 不得动弹 就在这时 床上慢慢的渗出了很多的金发 接着一个金发女鬼张着大嘴 吐向了男主 故事到此结束 第五个故事 死亡凶兆 故事开始 男主是家债券公司的员工 一心想要发财的他 动起了歪脑筋 盗取了客户的资料 卖给了公司的竞争对手 想要拿着这笔钱 带着情人私奔 接着男主 拿着装有客户信息的光盘和行李箱 走进了电梯间 电梯里是一对老夫妇 和一个年轻的女人 然而电梯刚走了没多久 突然发生了故障 这时 情妇打来了电话 让男主在三十分钟之内 必须出现 否则就去卧鬼自杀 还没解释清楚 男主的手机就关机了 接着男主想要向身后的三位陌生人 借用一下手机 但三人都表示 魔有手机 男主是不相信 这对老夫妇没有手机 很情有可原 这个年轻的女孩 怎么可能没有手机呢 男主是一再地要求对方 女孩说自己不能使用手机 帮不了男主 男主没想到 遇到了这些一毛不拔的家伙 这要发作时 电梯里的通话器响了起来 男主赶紧接起了电话 告诉物业 说他们两男两女 被困在了这里 工作人员疑惑地说道 从监控里 他只看到了男主一个人 男主这才知道 身后的这三位 根本不是人 男主也是崩溃了 跪在地上 将盗取的资料 全部扔掉 发誓以后 再也不干坏事了 老夫妇和年轻的女人 是一言不发 就这么盯着她 眼神里透出了悲伤 就在这时 救援人员赶到 男主得救了 男主回头一看 电梯里空无一人 男主赶紧捡起了电梯里的光盘 逃出了大厦 在等车的时候 惊魂未定的男主 发现那三人 就在他的对面坐着 男主被吓得 赶紧起身离开 这时 一个戴帽子的绅士叔 出现在那三个鬼魂的面前 他像导游一般 介绍接下来男主的命运 说他会被铁架子给砸死 话音未落 一个铁架子从楼顶脱落 直直地砸向了男主的脑袋 男主果然就这么死掉了 接着绅士叔说 将带领三个鬼魂 前往另一个死亡现场参观 老太太问 死者是男主的那位情妇吗 绅士叔摇了摇头 说那个情妇 还有49年的寿命 而且还会儿孙满堂 听到这里 那个年轻的女人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她走到男主的尸体旁 告诉男主 这世上并非都是那种 薄情寡义的女人 也有女人对待感情 是认真的 就像我 就是因为自己的爱人 而自杀的 说完这些话 几个鬼魂就消失 不见了 他们去参观 另一个死亡现场 而听了女鬼的安慰后 男主的灵魂 也脱离了肉体 转世投胎去了 故事到此结束 五个很不错的故事 最起码不再是 没头没尾 涛哥最喜欢的是 那个牺牲咒的故事 大家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 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 一部恐怖电影 2 2 2 感谢观看